顾沪明面对北大学者时曾有过一句名言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 但周围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关注我的最新视频 清顺之二年南明龙武元年 1645年6月26日 江一县岩的门口是乌泱泱的百姓 围在告示篮前 个个是咬牙切齿 全情激愤 而这一切都源于县岩新颁布的一则告示 告示是两天前刚到任的知父老爷 方亨命贴的 传的是清廷摄政王多尔滚的一道御址 告示是这样写的 此间布告之后 各省地方四文道部之县三日 禁令替法 尊医者为我国之名 吃医者同匿命之寇 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舍 之前说好了不替法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毫无信仪可言 围观人群开始鼓噪起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回伤笑之时也 此言一出 无论是身伤骨还是半夫走足 是纷纷的硬核 很快 出力百废戴心 方之县尚未翻发到清朝官员的服饰 乃是一副前朝县官的打扮 终于方鸿是忍无可忍 力声打断七老门的发言 接着大法官威 对众人恶语相向 言辞之恶劣令和貌等人大惊不已 七老门也不是吃醋的 他们本就瞧不上面 坐着这个狗杖人士的二臣 见方鸿出言不逊 立马没了好脾气 出言反击方鸿道 你是明朝近世 头戴乌纱身着圆领 劝来做这清朝的支线 修也不修 仇也不仇 方鸿被一下子戳到了眼泪 含响反驳 但对方说的都是事实 自己竟无言以对 结果自然是双方不欢而散 一次试图化解危机的交涉 反倒加深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方鸿心里很委屈 新朝廷这次是下了死命令的 自己也只要有依令行事 他看了看案头上 长州府刚送来的公文 这不遇亲王多夺 催促替发令的新首令又来了 失君之路单君之忧 方鸿让人换来刀比利 命起将多夺首令撰写成告示 刀比利接过首令月弊 费然将首令和毛笔摔在地上 怒目原争道就死也罢 随后转身潇洒离去 只留下方鸿县一人呆呆在原地愣着 山雨欲来崩满了一场惊天的大冲突 正在持续的酝酿即将是爆发 日月六月初一江音县文庙 这县方鸿十分头疼 江音的这些七老们和诸生们 就像狗皮膏药似的 终日是黏着自己不放 自己今日来到文庙 居然已经跟人了一百多条尾巴 嚷嚷着要撤销替发令 在他看来这些百姓简直是名玩不灵 一番劝说无果后方鸿再次立声 呵斥重任扔下了一句 留放不留头 留头不留饭 随后是抚袖而去 读书人心里头不是自卫 对着文庙明伦堂内的孔子牌位 是痛哭不已 先前复国已是不忠 一旦替发即为不孝 自己这不忠不孝之徒 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诸生许用气得直哆嗦 第一个发声道 头可断 发不可剃眼 文庙内百姓人是纷纷震臂高呼 声震欢愉 这一嗓子再次轰动了全城 如果说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们 还只是嚷嚷口号 那城里的青年百姓 可就不光是动怼皮子 那么简单了 当天下午便有手持刀枪 混音爆的人群喷涌而出 一路上敲锣打鼓 召集百姓共同前往县衙平力 赶到县衙时竟已达万人的回眸 方亨见状为时吓了一跳 但此时县衙内 长州府下派的四名督导清兵 又给了他勇气 他玄气命令手下 强行收脚 百姓刀刃 然后驱散 或你呀动手是吧 方大人好大的官威啊 百姓们是全情激愤 立刻撸起膀子和官差 是扭打了在一起 连行几个牙翼 对上万愤怒的百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一顿王八拳打下来 牙翼是个个挂采 叫嚣最凶的一名家伙 更是当场毙命 方亨就是一介书生 哪见过这个阵仗 立马是服软了 当众说 什么他都连一连答应 事实上呢 寡连贤持的方亨 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他偷偷遣来 向常州府求援 请清兵发兵 剿灭乱民 然而不一会儿 就有小力将方亨的 鬼鱼几两河盘拖出 愤怒的人们 因此涌入县阳 将狗光方亨擒住 事已至此 这反不造 怕是不行了 第二天 江阴侠区内百姓 从四面八方 涌进县城 江阴正式举事 攻推典史 陈明玉为帅 集结相拥 异兵 等数万之中 也多亏了 此前江阴百姓 不肯上缴 民间武器 且城中备有 上半枚小口径火炮 正好用于装备一军 商股富户们 也纷纷慷慨简单 仅富商 成币一人 便捐款 三万五千两百元 冲作义军军饷 日月六月初四 义军在全城发布告示 我等誓死守城 城城内老弱妇孺 和不能同志者 火速出城 随后 紧闭城门 严阵以待 事与清军决一死战 典史 只是没有品级的小官 相当于 县公安局局长 义军缺人才 攻推陈明玉为税 也是矮子里 拔长子 然而 陈明玉 也是个有担当的汉子 毅然接下了 这个千金的重担 日六月初七 一直由前名 降将王良率领的 五百人水军 率先抵砸了江阴 清敌的清军 刀到伏击 全金覆没 义军士气大振 随后 斩杀二臣 放亨 朝廷震动 再不敢轻视江阴义军了 日六月二十一日 降将 刘梁左 麾下的 十余万二鬼子兵临城下 与义军在城外接战 义军 毕竟只是民兵 同时缺乏专业军事指挥 碰到大规模的职业军队 自然是没讨到便宜 几人交锋下来 损失不小 被迫退入城中 不战而去人之兵 为上策 在与义军 几次较量之后 刘梁左有点犯处了 于是 他命人写下劝详书 将其涉入城中 陈明玉复函 纵百万临城 将因死守之志已决 断不苟且求生也 第二天 流量左部开始大举攻城 陈明玉虽有誓死如归的决心 但奈何却是能力有限 而此时 义军急需一名军事指挥才能 突出的将帅 陈明玉左思右想 终于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 严应元 严应元是江英的前任典史 曾有过率金 击破海盗的战绩 当接到陈明玉的球员信 后 严应元毫无据色 欣然应允 貌似潜入江英城 7月初 严应元代替陈明玉 接过指挥权 将一军重新整编 对江英各城门加强了防御 构建了系统性的防御攻势 固守 兼城 以用敌 冷兵器时代 攻打 城高 持身的城池 是极为困难的 只能运用冲车 云梯等器具 拿人命去堆 何况江英城高高度超过7米 一旦守城防防御得到 短期内是根本难有建树的 六两左就遇到了同样的麻烦 迎着城头的火炮 火箭 连番强攻军大败而回 一失无算 7月中前 鉴于六两左攻城不力 青田急调 多罗贝勒 伯洛率正牌八旗军前来增援 清军骑兵野战打得凶 但面对奸城 同样是束手无策 合计二十余万大军 围攻一个多月 江英城依然是围然不动 反倒是大量骑兵和武官 阅命丞相 清军四处官以来 是所向披靡 一座座小小的江英县城 就久攻不克 就连按清廷摄政王多少管 都坐不住了 他亲自写信 交给六两左劝降 阎应元 阎应元站在城头 只轻蔑地回了一句 有降的将军 没有降的典史 六两族被修得是面红耳赤 时时中秋 全城百姓随身处决境 仍家家户户 举杯共和佳节 诸生许用 有感而发 效仿楚歌 做五更转取 并交给守城 义军船上听着 乌不流泪 然而江英毕竟是一座孤城 以义城抵抗一国 两月有余 已是极限 8月20日 从南京城调拨的 24门红一大炮 运抵江英城下 清军炮不及待的 用重炮猛轰江英县城 双方发生激烈炮战 事业大雨如注 炮声震惊百里 彻夜不绝 江英县城被轰塌多处 义军伤亡惨重 奸城以夸最终的决战 也随之来临了 8月21日清晨 清军全县出击 从城墙豁口出 是涌入城内 双方是短兵相接 义军寡不敌众 东北城却率先陷落 主帅尹英英元 眼看大势已去 在东炉城门上 提下了绝命师 80日待发消忠 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意 留大名三百里江山 最后是慷慨自禁 未遂高呼 肃杀我 次日为清军所删 随着义军有生力量 在象断中 被清军绞杀殆尽 城中开始出现殉国潮 严英元家属 石油人 是自杀殉国 陈明玉全家 43口集体自焚殉国 随后 陈明玉本人 与清军是栗战殉国 抗清三公之一的 冯沪敦 在维妙 是自意殉国 其妻 其媚 是投水殉国 第一个高喊 头可断 罢不可替业的 诸生许用 带着老母亲 李氏 在家自焚殉国 谢明 苏晨 龙全 举家 38口 是自焚殉国 谢明 徐步一家 收口 投井殉国 城中妇女 多半是选择 自杀殉国 以免落入清军之手 经广继 四岩井一处 投水殉国者 就多达了400元 直到8月22日 清军终于肃清 成立的义军 江阴一战 二战 81天 清军算兵折将 伤亡多达7万余人 其中 其人也不太少数 倒在围城期间 清军就已开始 屠杀城外的江阴百姓 待到城破之后 恼羞成怒的清军 将怨气一股脑 全撒在无辜的百姓身上 清军统帅 薄罗 下令屠城 提起江阴城破日 诗人也要 泪城堂 清军如同 塞筛子一样 搜寻城中 每一个姓城的百姓 而后 是逐一斩杀 大屠杀 持续整整两天 江阴城内 被杀者 6万7千余人 城外 死者 7万5千余人 出躲藏 于寺庙 隐蔽处的僧人 及百姓 共计53人 幸免于难外 其余幸福者 是寥寥无几 全城连可 被吐露一空 清军方才封刀 搜刮城中的财务后 撤兵 更可笑的是 周边县城的百姓 居然也来趁火打劫 清军前脚刚走 数万武进人 并齐取江阴空城 将清军看不上眼的 衣物 铜 锡器具 等各色物品 是全部打包在走 没过几天 又有数百 静江人造访 城中以空物一物 竟将城内 献城皇像 给搬了回去 鹿子白骨 满江场 万死乌臣 未肯降 近雨行人 羞眼鼻 活人不及 死人相 这是一名 去那女子死前 所作的绝命石 现实 的确如此 屠城 将因尸海遍地 堆满了街道 河岛 以及四野 臭气熏殿 无人收敛 引来无数野兽 飞鸭 是肯食 每一位僧人 法号硬白 可怜这些富士荒野的 五股百姓 收拢尸海 两万七千多具 全部暗藏于 万古营中 并在旁边 修建 泽库安 并以祭奠 死难的百姓 替发令下 像江因这样的反抗 是比一比皆是 在嘉定 在太湖 在杭州 在中华大地 是烽火不息 清军 清军 疲于斑命 整整耗费 一年时间 方才全部平定 意大利传教士 魏匡国 在杭州 见证了江南 百姓的英勇事迹 并留下记录 达达人 并没有碰到 抵抗 就占领了 这座城池 他们可以同样 容易地占领 江浙 等南部 所有的承战 但是 当他们宣布了 替发令之后 士兵和老百姓 都拿起了武器 为了保卫 他们的头发 拼死斗争 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 更为英勇 魏匡国 或许并不能感同身受 但头发对于中国百姓而言 即是信仰 与他的信仰 是一样的伟大 时过境迁 沧海当天 1912年1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以临时大农总的名义 下达了全国的简便令 做新国之民 凡未去便者 于令道之日 限二十日一律 简除禁境 如有不尊者 以违法论 随后革命军拿着剪刀 是在街上游走 剪掉所有看到的辫子 又过了十年 谋日此境成立 闹翻了天 这一案长大成人的清炫地 溥仪 嚷嚷着要剪辫子 人家是惶恐不已 溥仪见无人敢从命 自己二话不说 便抄起剪刀 咔嚓 辫子是硬生落地 干脆利落 那条禁锢国人 200多年的狗尾巴 最终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 郭沪明面对北大学子时 说过的那句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 但诸位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这句话呢 是否同样适用于当相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